日本有一位地方观光行销达人 他成功的把香川县跟赞企乌龙面画了等号 把长崎的佐氏堡汉堡捧回当地的特产 也成功的推销了紫鹤县的燕根城 他都是从知名度不高的吉祥物着手 活用了现在的东西 可是论点来自于他被霸凌的经验 令人时举大动的日本长崎县佐氏堡名产佐氏堡汉堡 把四国的香川县打造成乌龙面线 还有资鹤县燕根城的超人气吉祥物燕根喵 这一个个成功的行销案例 幕后推手就是他 在大阪经营公关公司的电村美术 转换观点换个角度发想 电村独特的行销手法 在日本地方观光掀起一波波新风潮 这一天电村接到静岗市的委托 行销这个富士山脚下城市的魅力 他万中选一 向中樱花虾 生吃樱花虾在当地是理所当然 但电村要转换立场 以外地人的观点来看 结果发现樱花虾产地有限 全世界只有这里能生吃 于是决定把这个当作卖点向外国游客推销 燕根喵也是转换观点的成果 当初地方委托电村行销燕根城 但电村推的不是城 提议主打没什么名气的燕根喵 成功带动观光客到访 但生出这么多点子的电村 根源竟然是小学的霸凌经验 当时他母亲因为父亲几乎没有收入 离家出走 复杂的家庭环境加上贫穷 让电村在学校遭到霸凌 这时向他伸出援手的是附近的店家 要他随时都能来店里 小店成了他的新归属 我一直想到最暗的地方是家和学校 但也认为不同的世界是同样的时间 我认为这个视频变成了全世界 我认为这个学习的地方是全的原点 之后电村进入广告界负责行销企业 但他33岁时人生又出现转列点 就是6400多人丧生的半神大地震 让他的想法出现180度转变 决定从此为地方乡镇行销 像这样的创意发想 现在在日本各地发酵 河风水族箱 隧道型鱼缸 检票口上方鲸鱼悠油 这些都是奈良县大河郡山市最新行销手法 大河郡山市从江湖时代 就是日本少有的鲸鱼产地 50家养殖业者一年生产6000万只鲸鱼 但近年来竞争越来越激烈 当地决定举办水族箱设计比赛 行销这个鲸鱼城市 结果涌入329件作品 拿下最优秀设计奖的是当地国中二年级学生 他的午睡水族箱构想就是来自不同观点 平常都是从上方看鱼缸 这回他想从下面看看水族箱是什么样子 专家按照他的图稿三个月制作完成 成品连设计人都很惊艳 立刻躺在拱形水族箱下 看看全然不同的世界 TV新闻 纵客报道